日前 河南农业大学向新加坡公司授权黑水盟的人工繁育和相关技术 受让金额为15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063万元 小虫子可谓卖上天价 引起广泛关注 黑水盟究竟有何魔力 吸引国外公司不远万里购买 这项技术究竟有多厉害 带着这些疑问 近日 记者见到技术发明人 河南农大生命学院副教授 80后科学家杨森 黑水盟它是作为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种生物转化 处理残除垃圾的一种手段 它自身有很多一些共生的一些微生物 据我们目前的研究也能起到降解毒素 消除臭气等等这些很明显的效果 黑水盟本身成虫寿命短 所以说目前对我们人畜无害 这也是它目前为什么作为一个明星昆虫 特别是资源昆虫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资料显示 黑水盟也称亮斑扁角水盟 是双赤木水盟科的一种常见昆虫 目前在全球的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谈其与黑水盟的结缘 杨森介绍2003年 他考入河南农业大学木医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专业 4年学习使他坚定了生物研究方向 2007年 他考入华中农业大学 学习微生物 第一次接触到黑水盟 在硕士到博士6年间 杨森从试探性研究到系统性研究 黑水盟成为主攻方向 在读硕士3年和博士3年6年时间 让我比较清楚认清了这个昆虫的作用和意义 所以说我就坚持着把这个黑水盟这个事业给它做了下来 那么进入到工作岗位以后呢 我们就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 逐步地把这个黑水盟推向了这个产业化 博士毕业后 杨森返回母校河南农业大学工作 短短几年时间 他的团队从黑水盟重军互作生物转化入手 取得多项突破性研究成果 其中利用亮斑扁角水盟和微生物转化 参除垃圾 生产微生物有机肥料的方法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一种用于黑水盟生长繁殖的生物砖 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我们重点解决了黑水盟规模化人工繁育里面的集中饲养和成虫产卵的问题 能够让它连续的大量的去产卵 实现了这种幼虫的连续培养 实际上它的规模化和自动化是一个解决的趋势 通过我们的工艺整合在机器设备之上去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让它变成昆虫蛋白和生物有机肥 目前 杨森团队在国内率先建成多条黑水盟 虫军互作生物转化有机固体废弃物的机械化生产线 8至10天内 可以将相应比例的餐厨垃圾 触勤粪便 农妇产品下饺料等转化为昆虫蛋白 脂肪和生物有机肥 转化同时没有臭气 废水等排出 达到零污染 零排放 100万只幼虫可处理处形粪便或餐厨垃圾一吨 转化1000吨餐厨垃圾可获得利润66万元人民币 我们说小虫的价值千斤 关键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在我们人类的对它的运用 对吧 那如果我们人类善于运用它 那何止千斤 何止万斤 对不对 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了 对不对 从原来的吃得饱到现在过得好 那过得好不能天天在垃圾堆掉 所以我们要把垃圾变成饱 对不对 那我们也不能说眼不见心目 里面的地下它是看不见的危险 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了 转化是更有价值的这些东西 能把垃圾变废为保 作为201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的昆虫养育世界国际会议的特要嘉宾 杨森团队受到在场30多个国家的专家关注 吸引部分专家专程登门拜访 日前 河南农业大学向新加坡南达公司授权黑水盟的人工繁育和相关技术 受让金额为150万美元 杨森表示 希望全世界科学家共同携手 把生态环保研究作为重点 我们把垃圾给资源化了 对不对 我们也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而不是说一个单位的某一个开架 或者一个需要的某一个开架 也不是说一个国家的某几个开架 需要大家共同的这种努力 新加坡为窗口向全世界推广 它是连接欧洲非洲的关键牛带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说实话 对我们技术提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